比赛临近尾声 谢峰与对方发生争执之后领到了黄牌 不过这难以掩盖他在比赛中的精彩发挥 即便面对的是英超的一些知名后卫 他与高峰两人依旧能够将速度优势体现的淋漓尽致 开场之后 国安队率先通过后场的逼抢迎来了进攻几回 高峰随即直接将球挑向前场中路 最后门将西曼通过合理的站位化解了险情 随后阿斯纳队也逐渐进入到了比赛的状态 先是在中路的低射被门将福宾化解之后 球队继续控制球权并重新组织进攻 舒尔茨调整两步完成的大力远射又被福宾奋力突出 再次轮到国安队组织进攻 高峰在行程接应之后直接利用速度造成了对手的犯规 上半场第十二分钟 阿斯纳队通过后场的长传直接在右路形成了机会 海尔德随即摆脱防守突入至进去 最后完成的攻门也是险些帮助球队首开记录 随后阿斯纳队利用任意球机会再早威胁 这次使亚当斯的投球冲顶被门将福宾用脚挡住 比赛的节奏非常之快 一分钟之后周宁在前场突破时被对手缠倒在地 国安队随即的任意球进攻很有响了 而门将西曼的防守经验也是非常的老道 随后小将杨晨在左侧上演了一次精彩的摆脱 随即沿中路的突进可谓是出声牛犊不怕虎 虽然此次进攻未能造成实质性的威胁 但对于一名21岁的年轻队员来说真是难能可贵 比赛第23分钟 高峰面对两名防守队员帮助球队获得了任意球机会 曹建东主罚的皮球被解围之后来到了左侧 高峰与杨晨接连完成的攻门又被门将与立柱拒至门外 国安队对对方的球门形成了围攻之势 最后未能取得进球实属遗憾 随后国安队在左侧打出了流畅的传递配合 小将杨晨通过背身接应造成了对手的犯规 国安队随即通过任意球的快发在前场形成了攻势 曹建东接应高峰的直传送出船中 最后杨晨在尝试完成测钩的时候被吹罚了进攻犯规 几分钟之后 国安队又通过后场的断球迎来了反击机会 高峰随即沿左侧带球高速推进 而对手的回防速度以及断球之后的右手转弓非常的迅速 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足球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阿森纳队尝试通过长船找到封线队员 最后门将福宾对出击时机的拿捏做得非常到位 上半场比赛第36分钟 阿森纳队险些利用左侧的船中完成破门 这次又是门将福宾通过矫健的伸手才力保球门不失 国安队随后沿右侧展开快速反击 高峰送出直塞之后 谢峰利用速度优势帮助球队创造了矫球机会 曹县东稍作观察将球横敲至禁区线附近 这次是胡建廷的迎球怒射考验到了门将西满 上半场临近尾声 国安队防线的造越位失败险些酿成了大错 好在门将福宾继续延续着神勇的表现 下半场一边在战 阿森纳队通过前场的传递配合撕开了国安队的防线 这一次又是福宾化解了对方的近距离攻门 最后枪手通过远射的方式结束了此次进攻 比赛第58分钟 阿森纳队在后场的失误送给了国安队进攻机会 13号旅军顺势用一脚精准的吊射打破了比赛的将军 而门将西满在随后也是因伤被替换下场 领先之后的国安队踢的并不保守 这次是谢峰利用速度摆脱防守送出船中 不过此次进攻未能在中路形成包抄强点 两分钟之后 谢峰再次迎来了表现机会 先是长途奔袭30米之后来到了前场右侧 随即又面对对方的盯防直接沿外线形成了突破 而且在过程中还采用了一些节奏的变化 皮球随即被横敲至远端之后 曹宪东扣过防守完成的攻门被门将挡住 国安队在禁区外接应对方的解围继续展开攻势 最后周宁完成的远射高出了门框范围 比赛第72分钟 国安队通过前场的争顶迎来了进攻机会 曹宪东顺势沿左侧带球高速推进 随即送出的横传也是恰到好处 最后助攻后排插上的谢峰包抄破门 扩大了领先优势 此时的国安队士气大振 这次是替补上场的高宏多 沿右侧带球侧动球队的反击 随即的操作也是将身体对抗 以及脚下技术展现的炉火纯青 最后被对手缠倒在禁区之后 主裁判竟然没有做出点球的判法 随后 阿森纳队利用脚球机会 终于攻破了伏宾阵守的球门 不过比赛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在随后的比赛中 对方的舒尔茨在争抢中 有一个故意踢人的动作 随即被主裁判出示红牌驱逐出场 最终 北京国安在主场 以2比1的比分立刻对手